今天的单打赛程比赛地点 同样的还是在台茂南侃家庭娱乐购物中心 而接下来第二点的单打比赛 中华明星队将由李坤芳来出战 世界明星队的兵人 米卡依梦南 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 是由我黄英哲还有名球兵罗瑟 共同为您服务 而刚刚在早上的第一场比赛 我们也很高兴 转播到了夏慧凯 在强委局之后 立刻Ranny Morris那场精彩赛事 而在夏慧凯后胜之后呢 中华队也在这次的总比数方面 打破鸭蛋了 目前总比数呢是1比4 暂时落后给世界明星队 比赛开始 两位选手先进行比球 可能李坤芳会赢 因为那个伊木兰的力量太大 对 看他球跑出去的速度 感觉到 是 不错 好的开始 这个夏慧凯也是比球就赢了 李坤芳36岁20年的球零 最佳战绩在98年的世界冠军挑战赛 也就是冠中冠的比赛当中呢 拿到了 呃 个人生涯的一个巅峰 那另外在2002年世界 花式撞球周期对抗赛 他也是冠军队的成员之一 相比赛碰上的是 来自于芬兰的冰人 米卡伊梦南 伊梦南32岁 球连也有16年 在世界花式撞球锦标赛 他在2001年拿下了冠军 另外2002年的世界 职业撞球明星排名赛 现在他是获得第三名 其实你看伊梦南在场上呢 或许他好像常常看到他脸上表情不苟言笑 但是事实上在昨天的这个表演赛啦 包含了一些特技球的表演方面 他还是可以满能够跟观众打成一片的 而且他过去在台湾的一些比赛当中 成绩都还不错 博昌比赛很抱歉了 现在我们有地主队的球员来出赛 雷坤方要乘胜追击 第一局的冲球 看看有没有球进 还好 虽然是没球进 但是应该是safe 其实像我们看这些现在这种高水准的比赛 其实我们不要讲说准度 准度是选手的基本条件 那我们要看他的想法 他对球的处理 我们要学这个 不要有这种球形 你要就是说 我们其实打中场球 你要有一种那种 就是要想象力 这个球形 我应该要怎么做 你的想法跟选手的想法 有没有雷同 好 他第一个一定是 我看来是做安全球 安全球 利用6号跟7号 对 做到掉球 那有些人是 我要打宝球 母球走到什么位置 他是来母球 控制在这个6号跟7号的后面 好 我们女朋友们准备 截短颗星的1颗星上来 来截1号 运气好的话 有机会 只要截到1号 有机会 看母球 是截到上方 还是左边 截蛮用力的 你看看 有没有机会 来 9号球 9号球 哎呦 所以我说有机会是 假如说你截到1号的上方 薄球过来 母球过来 有机会撞到9 假如你截到1号薄球 他也有机会进底带 截得太薄了 他也会kiss到9号 也有机会进底带 所以你看 他截得太厚了 变成两颗星 他也会撞到9号 好 我看伊莫兰这球 是怎么样来做处理 我想说他可能会打薄球 母球绕回去 打薄球 母球绕到这个 7 8 6 7 9后面去 你看他把母球绕回去 他利用一整个面来做掉球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可以说第一个 他打了稍微厚了一点 假如他打稍微再薄一点 他的力量就够了 那这个第一个 1号不大会出来 第二个母球还更靠近 这个6 7的右边 第一局的比赛 就开始 就是防守 防守战 所以刚刚提到了 像这些选手 以他们能够来打 这个世界撞球 明星团体对方赛来讲 基本技术方面 已经不用再多提了 比的真的就是观念 还有你临场一些抗压性 10秒 我们看他是 怎么打 母球一颗心上来呢 还是打薄球绕回去 好一颗心上来 这个打稍微 稍微薄了一点 为什么他一颗心上来 原则上是不要去碰到4号 是 他要去穿过这个 6 7 9那道防线 然后母球一颗心上来 他刚才是打了稍微薄了一点 所以1号去撞到4号 他稍微厚一点的话 母球的可能更靠近2号 然后这个1号 可能就去 kiss到6 7的无所谓了 那现在 伊梦兰刚刚在比划的是 1号球应该可以借9号球 对他想打薄球 很薄 然后去 稍微厚一点也无所谓 就会撞到9号 结果不用借到 打进以后 现在2号球 在下方的短颗心边附近 那么3号球是在上方的短颗心边 所以他这个打进 他自然就可以做到3号 他顺顺的打进母球 一颗心弹回来 3过8号 往这个3号方向走 3过8号刚刚好 轻轻的就撑直线 这还好 所以越直是对 这个旅盆方有点利 假如说角度大的话就不好了 这个球也没什么问题 推杆走两颗心也可以 用拉杆也可以 推杆两颗心 太大力了 力量大了 感觉上没什么力量 但应该再轻轻一推 就两颗心过来 照到他 他应该是 推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比较理想 4号球形成了一个大角度的 凹球 右下角抵带 太薄了 可以试一下 还好 留在洞口变成一个呛死球 4号球没有能够打准 好 这个要闪过9号 最好不要kiss到9号 闪过9号球 那现在6号底带应该可以过 是 底竿一颗心做直一点 6号 太用力了 太用力 停了 停了 哇 这个力道太过了 所以我说 这个一颗心相当难控制 假如说这个两颗心比较好控制 一颗心 除非说母球离这个子球稍微近一点 太远了 有时候一颗心 你可能就是进球的时候 你母球打目标球厚一点或薄一点 你这控制的距离就不太一样 不过这种距离应该对选手来讲 没什么差别 一样 一样近 只是打这个蛋这样子 母球这样 变成薄球这样一颗心上来 好球 哇 做来这一套 六七做同带 可以可以 我想说 我以为他要做中带 只是底带一样 因为他这个左赛下得很强 我想说根本不需要什么下赛 打进顺顺的 打进一颗心台上来 打中带就可以了 因为九号是没挡到七号的路线 好 轻轻的碰一颗心 八号球左下角底带 对球用力的 你看碰两颗心 他就角度就比较好 好 起开 先持得点 好球 没问题 在第一局的比赛 双方经过了 几个防守的来回之后 结果一茂兰在一个四号球的 薄球方面没有打进 让李昆芳接手能够先持得点1比0 暂时带张比赛 我们国内选手 结果底带是1颗8 洞口的大小是1颗8 所以昨天是崔篮 因为你是年纪比较大的选手 我怎么带 洞口那么小 因为这些选手都太厉害了 过去正常的 大概我们比赛球台都是两颗球 最早的时候 有些我们在日本比赛是两颗 再加一根火柴棒 不是牙签 火柴棒 以前的火柴棒是四四方方木头的 大概比牙签还要大一倍 厚度 那现在就是 大家水准越来越高了 好 带货做得越来越小了 回到台面上 李昆芳冲球进球之后 可以接球 1号是呛死 这路线相当的漂亮 从2号3号中间穿过去 2号球又做到了中带 好 推干一颗先回来 好 诶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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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诶诶诶 依孟兰刚才这个表情方面 其实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 但事实上台面上是很紧张的 你听不懂吗 刚才这个母球差一点点 洗了左边的中带 就幸好是弹到中带的脚 好 现在这个球要打4-7碰 他抓这个力道是4号球本来要让他一起进的吗 一起进也无所谓 像这种球形 大家一起进是刚刚好 对5号球方便 换左手 拉杆回来 左手拉杆 7号球已经kiss进了 台面上剩下5号跟9号 好 5号球打进 两颗心 母球来到了中带口附近 做到了9号球 好球 李坤王状况相当不错 第二局冲球进两颗球之后 clean table没有让对手有上场机会 再将比赛现在取得2比0 暂时领先了米卡伊梦南 在左上角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明星队 今天早上呢 肖威凯为中华队呢 抢下了一点的胜利之后呢 李坤王的冲球 乃波 到洞口附近 哎呀 还好还好 我没关系 乃波过来 说不定直接来 19碰哦 能不能过呢 能够过 因为9号就在洞口附近了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那一步 其实真的是就差一点点而已 力道是够了哦 这个方向偏了一点点 冲球进的是7号球 好我们 李坤王看一下啊 还是暗部就班吃完啊 他先下个低竿 打进 母球绕两颗心来做二号 一号球要打中带 打中带 闪过六号 母球闪过六号 低竿你看 两颗心上来 是 轻了 还好 我怕太用力了 所以刚才一号球 所以刚才一号球再直一点 可能就直接来打 但是因为还是要修正角度 所以按部就班 反正今天现在他状况也相当不错 这环球球形又没有特别困难处理的地方 还是后续这个快看直接四九碰呢 没有他因为这个角度要打三号拉干了 假如说轻的话就打底带 重的话就四九碰都可以 好 还是他右下角底带 他这个假如说要六九碰的话 那他四号就定盖了 是 然后这个五号绕两颗心 绕到这个六号的右边去 其实也不用想那么多啦 这组球球形要吃完绝对没问题 推干一颗心 上来 六九碰 再来再来 应该没问题 这个角度刚好 那伊莫兰在场边呢 阻着下巴 已经是有好几局不能够上来了 好 六九碰 拉下了这一局 李坤芳在我们比赛现在气势如虹 现在在打完了前面三局之后 以3比0战时领先了米卡伊莫兰 李坤芳出战伊莫兰的比赛 现在第四局 李坤芳的冲球进了五号球 我们连接球 一号球呢 是一个远距离 可以打薄球 他都比较打进 顺顺的推进 因为二号在这 所以他只要推进 不需要用力 只要打进就好 看这个球好球 漂亮 最终母球贴克星边 一个出杆的稳定性跟准度 做到二号球 对 这个二号就比较重要 为什么我们现在看二号三号 然后三号在这里 二号在这 那最重要是要做到这一刻 做到四号 做到四号 所以这个 李坤芳推杆一颗星上去 来做三号 力量的控制 来 再来 好球 这个角度就不错了 这个角度不错 李某兰还是主着下巴 在等待机会 他在第一局的一个四号球 Loss以后呢 接下来就在场边做冷板凳 对 其实李坤芳他不勉强的话 就下个低杆右赛 闪过八号六号 那个四号来打薄球就可以 低杆右赛 三过六号八号 哇 要做到小面的位置 好球 打顺了 这个自己的所有干法 毕生绝选 然后力道也控制得很好 其实他也不需要加 他只要过中带 这个四号薄 底带也是很好打 对方母球相当有信心 这个推杆 六号打底带 好 太用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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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带能不能打呢 他原则是要做抵袋 对 因为你要做七号球 对 因为你要做七号球嘛 抵袋还是一样可以打 打抵袋 然后母球切一颗芯 是 他先看一下是中带的抵袋 他先看一下可能是要打中带 中带 推杆一颗芯 闪过八号 闪过八号 下点左赛 闪八号 好球 好球 场面依孟然感觉起来蛮无聊 现在一直在场上欣赏 李坤芳的进攻 因为一方打好的话 真的对方没什么机会 是 尤其李坤芳冲球以后 连击球的状况又理想 好 七号球打进 八号球 进攻底带 定杆也可以 拉杆一颗芯也可以 是 假如说很直的话 以李坤芳的拉杆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支支拉杆一颗芯回去也可以 那有把握很干净的定杆 那要做得漂亮 做得近 就是 拉杆 就拉杆 我看到 他刚刚磨巧克的样子 看他那个架杆 他现在不是 圈置型 圈置型 就是准备拉杆 拉杆一颗芯 其实也不需要很大力 不需要很大力 跟定杆的角度差不多 好像定杆的角度还好打一点 他不敢打 他不敢下 塞拉杆 你毕竟目标球距离要进的洞口 还有一段距离 刚刚没打准 我想应该是打薄了 是 打标准的话 应该不可能跑这位置 不过没关系 还是这样子 是 好加干就可以 好球 美国方连下四局 这样单打比赛 现在让市场观众 也是看得相当过瘾 取得了4比0领先的 米卡依孟南 比赛是抢七局的赛事 我最想拿到的比赛 应该是世界杯吧 应该是全球世界杯的冠军吧 因为 我 曾经拿过亚军 但是 不曾拿过冠军 所以我最想的就是 世界杯的冠军 好 李坤芳赛前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提到 在个人的部分 他最想拿到的就是 很多撞球选手 可能毕生梦寐以求的一个 世界锦标赛的男子组冠军 因为 那一场是 真的是 因为参加选手的人也多 虽然是李坤芳拿过这个 冠冠冠 那个时候冠冠冠 可能就是8个人 或16个 但是这个世界杯 像在英国比赛 这个 他的人数多嘛 是 大概都有100多个参加 几乎 打得好 你叫得出名字 名号的 统统都会去 对 所以 那李坤芳是在97年的时候 曾经打过这场比赛的冠军赛 结果后来拿到亚军 对 他好像输给江林阿强 比赛来到第五局 李坤芳现在是4比0领先 已经是连续三局 Clean Table 好 这次冲球看看 二号球能不能够进 七号 七号进了 二号球停在洞口 一号球的位置 可以直接打得到 对 现在看一号了 这个一号 因为一号打进 二号在洞口 冲球爆发力是相当不错 七号进了下方的中带 二号球来到右下角底带的附近 母球贴在克星边 所以他两个底带都可以打 是 要看打哪一边比较方便 接下来做球 好 他准备 他在看这边底带 这边底带 为什么他这边底带了 他不用 不用处理 他母球往这个方向走 这个做刹车 因为这个二号在洞口 他只要打进 母球去带到四号 二号自然就呛 对 还是做safe 母球躲到四号后面 好 做防守 母球要躲到四号后面 差一点 意识到了 不过这个伊梦兰的外号叫冰人 刚刚前面的那三局 李库方真的把他冰起来 在旁边一动也不能动 不过现在呢 终于有机会上来了 那李库方这个防守呢 也没有能够顺利的 掉到对手 对 对手当然没办法直接进球 所以对手也只有做safe 好 来看看伊梦兰的防守 哇 这个球 也没有掉中 没掉中 这个球他是主要希望把一号球躲在九号后面吗 那主要是想母球回去嘛 母球回去 但是去kiss到了六号 那反正原则上就是第一个 没有办法 你没办法直接进就对了 好 我们看李库方 轻了一点 再来再来再来 哇 轻了一点 他是想把母球躲在四号后面 结果打轻了 这样一来的话 一二碰了 好 太久没上了 两次上去瞄准 结果又重新起身 他可能要跟裁判讲要延长吧 然后一二碰进 但是不满意 为什么他这种球 他又不敢打得很轻 是 那打了用力的话 一号碰一颗星上来 六号挡到 那要轻轻打才有机会 所以虽然打进 但他还是不满意 所以这球可能 应该还是会来做safe 好 一号球留在了洞口 这球他是要做防守 对 他这球是怎么回事 其实他不是说要灌进 他要用五号跟八号来调球 结果刚好撞到脚 他假如说过了中带 弹出来刚好就是调球 现在行程呛死 要求打进要做三号 直接拉 好 好 直接拉杆回来 好 一颗星 两颗星 做小面 打底带 力量的控制 推杆 右晒 闪过九号 不要撞到九号就好了 不要撞到九号 好球 撞一下 好球 绕过去也好 好球 依孟兰在场边 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 刚刚一个调球 结果一号球 弹到中泰脚 反而形成chance 让李冯邦接手 有机会把这局拿下来 好 过中段 哎呦 看他在底带 晃两下 因为我们这次比赛的洞口比较小 一颗八 其实相对的虽然是比较小 但是变成这个石板就比较浅一点 是 因为把洞口缩小了 好 这个球打进 把球做到右方的中带 好 这个球打进 下一个笛杆 一颗心弹上来 九号球是右下角抵戴的chance 这是第五局的赛事 天空飞弹 再设下了一个九号球 目前在这场单打的比赛当中 以5比0 遥遥领先 易孟兰 欢迎回到未来体育台 继续欣赏世界撞球明星团体 第二天的单打赛程 在前面五场的比赛 中华明星队目前1比4 暂时落后 不过在今天的单打呢 第一场夏威凯获胜之后 第二场李坤芳目前也以5比0 领先了易孟兰 第六局冲球进了3号跟5号 那很可惜 原本一号球是一个中带的chance 但是二号球挡住了 母球路线 那现在跟裁判示意要打push out 接盘球球型算是还蛮松散 推到这个位置的话 他的用意在哪里 他让对手不好打 对手不打的话他save比较好做 那我认为李坤芳其实他短关跳脚 很好 不是说一般的距离比较近 因为李坤芳他身高够高180几 对不对 他有种特殊跳法就是球杆不用 照正常的方法拿 拿比的方式往前 而且这个一号又在洞口附近 那假如说要正常这种跳杆 跳不过去 要这样子可能有机会 所以5比0领先的话 或许可以做一个比较进攻型的push out 其实刚刚把对手一定不会打 他一定会让你打 对把母球 摆在六号后面 对 然后他短关啊 他跳进的时候可以做到 对 对 那现在就准备做save了 好 一某篮选择不打 抢棋局的赛事 一某篮现在是0比5落后 李坤芳非常有机会 为中华明星队再下一层 先来看看这个一号球 李坤芳的push out 自己怎么样做防守咯 看来是不是母球绕三颗星 回来做save呢 还是一颗星 行了吧 二号球 二号球 二号球好得不得了 哇 这个球 这个球是运气啦 一某篮是苦笑 当然李坤芳也挥手 跟他示意一下 拍谁 这球一某篮拿出短杆来了 因为这个跳球有意思 因为这个跳进可以做到二号 来看一下一某篮的跳球 打球基本上要收拾场 不然不好价格 好球 这个球顺利跳进 但是 不过母球贴在四号球 现在变成一个背娃娃的情况 这个球要也不容易打 就是你打进 要做四号也不容易 因为要来回两颗星 才有办法做到四号 而且母球后面背了一个四号球呢 基本上就影响到他猪肝的肝法 二号球 好球 这个球展现了他的稳定性 力道又控制得不错 可能没办法直接进 从这上方来看 可能要进也要借八号的样 要借八号 我刚才的那个 不容易 二号球 二号球 不过这个球如果说 要借八号才能够进四号的话 有没有必要这么拼呢 还是有办法来做个防守 他这个做防守 已经落后那么多 不过这个四号应该 不难进啊 就因为借道不难进啊 而且六号又在洞口 哎呦没进 打得很用力啊 嗯 你看四号球跟母球相关位置 看他手气如何 手气还不错 哎 看得到不会进 摇摇头 他刚刚如果要打借球的话 需要这么用力吗 哎 他这个球要用力 不用力还不能打 他这个还不能用拉杆 照到你要用中杆 哦 不过还差蛮多的 对 他Kiss Tire也太薄了 太薄了 好 看我们李坤芳 这个四号 能不能灌底带 就是六号那边的底带 不然的话就是要要把四号 把灌到这个六号 发球区的那个短边科兴上 啊 你看他他这个箭头就摆在这边 一直做 为什么要摆在这边 这边 他就要看看这样子 看这样的角度 啊 我们来打这个让他往六个方向跑 好 看看六号 这个球 还差一点 还好 这球如果说 借到两号 对 就正点 对 现在他把母球要躲到六号后面 嗯 这个球有没有躲到呢 应该是躲到 相比赛 一模一打得很闷呢 嗯 因为第一局的一个四号球失误以后 李坤芳 呃 联摸三局 呃 比数拉开为 4比0领线之后呢 第五局经过一番的防守战啊 最后又是李坤芳拿下来 比数是5比0 这是第六局 哎呦 这个球解一颗心没有解到 所以我说这种一颗心原则上 不能那么用力打 他其实用力啊 尤其短解长 你母球离颗心比较短 嗯哼 缩掉了 缩掉了你看 几乎差一颗球的距离 假如说他顺顺的下 右赛一颗心上来 就是打到 三分之一 有机会形成save 但不能用力 是 好 一模呢现在有机会破弹 所以我们在这次的比赛 我们要多注意一下这样 FN啊 他们的解球 我目前看来没有说他很用力解 除非他都稳劲 稳解到的啊 基本上他都是解的蛮轻的 是 像他刚才解轻的话 只要解到 宝球的话 现在save的机会相当高 宝球也顺利做到 右下角抵带 拉杆回来 九号球 左下角 把球 一棒男在成吉了五局之后啊 终于是打破鸭蛋了 拿下个人的第一局 现在比数追成了1比5 那当然在今天的比赛呢 李坤芳 刚刚啊 这几乎是扮演了冷气机的角色 把宝球兵了好长一段时间 所以在场边 落后的时候可以来看看宝球兵 不然就是上来就是只能够掉球或者是解球 哇 敲得还蛮用力的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你抢七局的比赛 只要对手状况一好的话 说实在在场边你真的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只能够等待机会 1比5 一棒男在这场比赛第一次冲球 好 这次也冲得不错 二号也进 哇 进才好 二号进的话对一棒男来讲就不是好事 当然李坤芳 这个时候 这个球呢 对方冲球进了三颗球 但是连接球三号球 冲得非常标准 一号四号 基本上在侧边冲球 一号就进中带 四号就另外一个进底带 好 这三号球基本上是一个safe 李坤芳应该是只能做防守 六号球 六号球 哇 这个球掉得相当不错 没话讲 这个就要看李坤芳怎么解了 这个可能要解三颗星了 一颗星也可以解 三颗星也可以解 基本上是应该要解三颗星了 应该要从哪里出来 我们看一下啊 大概要从这里出来 所以我们大概是 差不多这样子啊 来这边啊 这样出来 解三颗星啊 你看他比的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三颗星啊 这叫钻石字 就有 母球在 母球的点 减到 第一颗星的点 第三颗星的点 就等于第一颗星的点 所以这个 走三颗星 顺赛 三颗星来解三号 哇 这球又没解到 诶 再看看 没有机会吗 解到 哦 没事 不过虽然解到 留下了呛死了 但至少比让对手自由球 可能感觉上稍微好一点 至少还有解到 没有犯规 最后这个 母球还刚刚好 touch到了这个科兴边 没有犯规 所以伊某兰 有一个chance 这要过中段 好球 不错 六九进中带 剩下三颗球 虽然感觉上力道 稍微多了一点 不过基本上 没有什么差别 嗯 定该 嗯 毕竟伊某兰 也是曾经拿过 世界冠军的选手 所以李某兰 大幅领先 但是 不要给他有任何机会 好球 那伊某兰这一局 一次成功的连接球 调球以后呢 啊 获得了chance 接手也是 Cain Table 比数现在追求了2比5 暂时落后了三局 中华明星队与世界明星队的梦幻对决 目前在前面5点的比赛 打完中华明星队1比4 暂时的落后 不过在今天单打的第一场比赛 夏威凯先为中华队拿下了第一胜 现在第二点的单打 李坤芳是暂时5比2领先 伊某兰在第八角冲球进球之后 连接球的位置是一个 没有办法直接进攻的情况 那现在呢 他要做一个safe球 李坤芳上场 看看二号球怎么处理 二号球在这个位置 三号球又在母球的上方 那这样来看的话 二号要拼吗 还是做防守会比较 假如说要拼的话 他要准备借八号拉杆回去 拼了 但是没有进 太勉强了 哇 这时候二号球又留下呛死 刚才二号球附近还蛮多目标球 好 那伊某兰原本这个时候想要叫一个暂停 不过后来裁判跟他讲说 在局局当中才能够请求暂停 所以回到刚刚我们的话题 刚才这个球二号球是不是做防守 可能会稍微理想一点 假如说没有三号在 你可以用 你看 就是刚才 就是你打击拉杆也拉得太强 因为基本上不好加杆 第二个 你力道你也没办法控制 当然是在我们能够控制的范围 打击能够做到 我们可以试着平一下 但基本上就已经不好加杆了 第一个就不好打击 后面有个三号在那边 其实你可以顺顺的 因为你领先5比2 可以保守一点 可以做个save 等机会 我们想想看 我们前场 夏威凯变下5比3了 对 后来逆转 但是你现在也不要让人家形成5比3 对 5比3跟5比2是差很多的 而且你虽然说Morris在第一场比赛输掉 可是他当时在领先的时候 他其实他也不急 他好几个球就是一直掉你 他也都成功掉到 只是说夏威凯 他有几次 解到又带掉 所以才把整个主动的优势又拿回来 四号球打中带 两个星做到五号球 六号球是在下方的短颗星边附近 他可能推干一颗星或两颗星 然后坐在这个 看角度了 看这个角度 对 他比这样 可能推干 根本不用下赛 一个就直接坐 坐在这个 他比在两个地方 一个 像这样子的话 他直接就下低杆母球过中带 另外一个就是推杆 在中带前碰颗星 再下来 一个是直接下低杆过中带 顺利做到六号球 哇 这球不是很理想 还蛮直的 也不够直 还不够直 不然再直一点 他可以拉杆回去 因为他现在这个角度 要拉杆回去 可能会撞到八号 所以他现在考虑了 你看 这有点角度 要直不直 他可能轻轻的定 该打底带 不勉强了 对 七号球打右上角 比较远的底带 今天推过也推过去就可以了 七号球插板得分 九号球是左下角抵带 这是第八局的赛事 好 一某人打阵了这个九号球 比数也让他追成了三比五 而且是零比五落后的情况之下 他连下三局 他这时候一某人要请求暂停 有五分钟 不能够给对方有任何一丝喘息的机会 热线 3-5 Mr.Mika Imman break 比赛来到第九局 一某人前面两局的冲球都有球进 虽然连接球的位置不是很好 但是他都是有成功的调球让李坤芳呢 呃形成了解球之后留下呛斯的情况 那前一局则是李坤芳自己比较拼 没有拼进了 也留下呛斯给对手吃完 这次冲球又有球进了 进了五号球 哦连接球一号球没打进 李坤芳有机会吗 可能没办法直接进 嗯 主要是刚刚不好架杆啊 是 呃球是做的蛮好的 先看李坤芳 怎么样来做安全球 还是要 打一号来借六号进呢 因为我刚刚在看了一下 我看觉得他要 如果防守能够做得好的话 虽然领先了 但是也不必那么急 因为毕竟现在只剩下两局的领先优势 他现在在看啊 他想说进攻了 还是拼 呃一号借六号进 然后母球一颗心上来做二号 因为我看他架子 要架长开始准备要进攻 你看 借的太薄了 看看手气怎么样 手气还不错 诶四号球去掉到了 好想一鼓作气 其实刚刚那一号借六号也是 比刚才前一局那个去拼那个 拼二号 那个稍微有道理 有道理 因为这个做得到的 做得到下一颗球 那前一局是你就算拼近了 但是你做球还是很难受 对啊要猜猜看 猜猜看 就两难了 当然那是打进很好看 但是打不进就要付出代价 是 解一颗心 哦这个球力道解的控制也不错 又形成了一个调球 解带掉 这个李坤刚才讲到说没办法直接打到 也可以尝试个解带掉 以后解准一点 看样子应该是可以过 应该可以过 应该不然就要解一颗心了 下点有点左赛 好球 好这个球 勾到又定住 还是有跳球 对对方可能要跳球 他刚好是有撞到 没有撞到的话 他连跳都没得跳 这球解的相当的漂亮 其实现在我们国内的解球 解带掉的观念都有了 像这些顶尖的好手 他的解球 已经不能够要求只有解到而已 对 有机会解禁的话 要想帮他解禁 没有的话 至少要解到以后 要形成safe或吊球 机会来了 看看有没有chance 机会来了 好机会来了 中带的chance 中带的chance 另外一边底带 可能被8号挡到 那可能是 右边底带 可能的2号 被8号挡到 他没挡到的话 当然是最理想了 挡到的话 别人可能要拉干一颗心上来了 好 拉干一颗心上来 好 不错 因为右边底带不能过嘛 那你要轻轻打 还不如拉干一颗心 弹回去 来做 那现在这个2号可以过 母球就走两颗心 闪过这个4号 打到这个球台的正中央去 好球 好 这个路线 顺利做到3号球 还好 我们这个旅行方个子高 不然是这个球 可能有身材球 因为身体趴下去 下方有一颗4号球 好 腿干一颗心回来 最好是过中带 好 过中带 好 不错 4号球 进攻右下角底带 好 这个 这个 现在这个是4号吧 看怎么做6号 他可以下个低杆 散过9号 散过9号 走一颗心 下低杆 右晒 散过9号 两颗心回去做6号球 两颗心回去 太用力了 太用力了 这个球怎么会打那么用力呢 做到另外一边敌带去了 可能变成要打敌带了 我这个母球跟6号球距离近 问题应该不大 三行打进 有了 好 顺利插板打进 母球带了一下7号球 7号球还是呛死 可能有点角度 有点角度他就打中杆 稍微横过去 8号球 左下角也可以打 对 等于8号 7号 9号 通通打同一个带 中杆 8号球 然后打进 一颗心 9号球再做同一个底带 停牌了 好球 一颗心 9号球 789同代 打进了9号球 李冯邦在让对方追到3比5之后 这一局呢 掌握机会接手 Clean Table Clean Table现在是6比3 听牌领先 所以刚刚这一局呢 就是一梦男在解球调球之间的 就跟你如果喜欢打撞球一样 你常看我们的转播 可以学一些观念起来 对 其实现在很多观众都很内行 看选手打大概母球要跑什么位置 大概都非常清楚 然后李坤芳将比赛最后一次的冲球 今天他冲球状况不错 除了第一次的冲球没球进以外 接下来他每次冲球都有进球 9号球再见的麦博弈 天空飞弹李坤芳为中华明星队 再设下了一场比赛的胜利 哇震撼人心的一击 7比3 今天第二点的单打比赛 李坤芳最后再见9号球 哇 当然会让米卡伊梦兰 觉得追到了3比5 但最后还